2024年属羊人几月发横财,什么时候财运最旺,现如今物价越来越高,人们对于金钱和财富也越发的向往,而一个人想要发财,除了靠努力之外,运气也占据着很大的成分,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生肖羊的朋友在2024年几月会发横财。 对于生肖羊来说,在2024年的7月,发横财的概率是非常高的,进入7月以来,命中有极星笼罩,而这些极星的出现不仅会推动事业的发展,也会给他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财富。 特别是喜欢买彩票,以及经常玩股票这些投机的属羊人,他们在这个阶段运气特别好,中大奖的概率极高,很有可能会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财富而实现发财的梦想。 有些人有了钱之后会变得特别高调,而属羊人性格沉稳,低调内敛,他们很擅长隐藏自己的生活状态,有了钱之后也依然会保持低调的生活作风,所以在7月份,大部分人都能闷声发大财,拥有令人羡慕的富贵生活。 生肖羊的朋友在2024年的农历9月份,发大财的概率也是非常高的,进入9月以来,可谓是好运不断,喜事连连,总是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机会呈现在他们的面前。 虽然属羊人性格比较安逸,没有远大的志向和雄心抱负,但是在面对这些机会的时候,依然会表现出积极勇敢的一面,也会勇敢地突破自我。 而他们的努力下,很快就能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,不管是正财还是偏财方面,都会有超出意料的收获。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,虽然属羊人本月财运较好,但是也要警惕破财的风险,尤其不能与人产生经济往来,否则很有可能会陷入复杂的经济纠纷当中。 属羊人在2024年,如果想要提升自己的财运,可以经常佩戴黄金,黄金是生肖羊的运势好物,特别是对于那些五行缺金的朋友,如果经常接触黄金的话,可以强化自身的财运。 在黄金的作用之下,很容易吸引到财神爷的眷骨和庇佑,在求财的道路上也能一帆风顺。 另外,黄金也会强化属羊人聚财能力,降低破财的风险,帮助他们把控好手中的产业和积蓄,避免财运流失,或者是出现不必要的消费。 属羊人可以经常佩戴黄金类的饰品,比如黄金皮修,黄金转运珠,或者是黄金吊坠,项链等等,这些配饰对他们的财运都是非常有利的。 属羊人在2024年,如果想要提升财运,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办法,就是在家中供奉财神,财神是掌管人们财运的神灵。 很多人为了拥有好的财运,都会在家中或者是店铺供奉财神。 不过财神分为文财神和武财神,结合属羊人的性格特点来看,比较适合供奉文财神。 如果将文财神供奉在家中,可以改善家宅的风水和气场,也能增强他们的挣钱能力。 特别是做生意的朋友,在财神的庇佑之下,必然为生意兴隆,财源广进。 不过在供奉财神的过程当中,一定要心怀敬意,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也要准备一些贡品,这样更能彰显出自己对财神爷的虔诚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。 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人生最好的姿态是知道自己该做什么,能够做成什么事。 有自己做人的定位,那是一种远见。 有自己生活的目标,那是一种智慧。 所谓不谋全局者,不足谋一欲就是这个道理。 在人生这场短暂而又漫长的旅途中,我们千万不能麻痹大意,浑浑噩噩,越活越短视。 唯有保持该有的目光长远,我们才能成功抵达人生的彼岸。 曾有一位名人说过,处事之道,在于把握分寸。 害一避,而又不能避之害,利可趋,而又不能趋之利。 凡事不可不求,而又不可抢求。 大致意思是,在为人处事这件事上,我们需要把握好该有的分寸。 趋利避害,明白自己的定位,知道自己能够拥有什么,更要有不强求的觉悟。 人,越是年轻,越做不到趋利避害。 因为未曾经历,自然就不会感受到生活的痛苦。 人,越是上了年纪,历经风霜,越能让人生之花骄傲绽放。 因为有所经历,内心早已有了该有的阅历和通透的境界。 一个人,此生最大的风水,也许是把握好这几件事。 人此生最大的福气,是懂得取舍得势。 在岳路书院中,有这么一句话, 是非审之于己,悔欲听之于人,得事安之于说。 对于这世间的事是非非,只要自己做好了本分,那就可以了。 别人怎么想,那是别人的事,我们也不需要想太多。 更重要的是,所得所失,都是定数,顺其自然就好。 人这一生,都会对荣辱得失这四个字过分纠结。 有了荣誉,又不想失败,得到了心中所想,又不舍得放手。 到最后,谁都活得不幸福。 曾经有一位开工厂的老板,由于一夜破产而选择跳楼, 留下还未成年的孩子以及年轻的妻子, 让全家人都会陷入到贫穷以及痛苦当中。 后来,他的妻子也说,如果丈夫不选择轻生, 他们一家人过上安安稳稳的小日子,虽然不富有, 但至少还活着,不也是一种简单的幸福吗? 其实,所有人都习惯得到,而无法接纳失去, 这就会走极端,连累自己,也连累家人。 人此生最大的智慧,是心如止水。 很喜欢苏世的一句话, 回首向来萧瑟处,归去,也无风雨也无情。 无论我们遇到了什么,哪怕是狂风暴雨, 我们都需要让内心平静如水,直面风雨, 在历练中浴火重生,不再为了琐事而纠结。 人这一生,就该如同流水一样, 慢慢地流淌,长久不息地奔涌下去, 丝毫不会急躁,丝毫不会冒进, 在有规则的流动中走完这一生。 关于水的智慧,老子认为, 水利万物而不争,以其不争,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 做人,又何必争那么多呢? 唯有让自己不争, 我们才能打消别人的疑虑, 不招惹所谓的是是非非。 那结果,终究是安康一生。 而现代人,往往少了心如止水的智慧, 多了暴躁如火的脾性。 这并非是好事,也会影响到自己的心理, 以及身体健康,百害而无一例。 真正的人生,理应是心如止水般的智慧人生。 人此生最大的财运,是有自知之明。 谈到人之一生, 绝大多数人都会想到这一个字,钱。 有些人觉得,我要在三十岁之前有房有车, 有些人觉得,我要在四十岁之前身价千万, 有些人觉得,我要大富大贵, 像这种对于金钱的追求, 其实很正常。 但是,如果我们总是追求一些自己做不到的事, 那就是让自己处于极度的欲念痛苦当中。 之前有个同行,一个月赚了十万,还觉得不够, 认为要月赚一百万才能幸福, 所以他一直欲哑寡欢, 如今患了轻度抑郁症。 还是那句话, 人有多大的头,就戴多大的帽子。 有多少钱,救过什么样的生活? 月入一万,那就过月入一万的人生。 月入十万,那就过月入十万的人生。 我们没必要攀比, 只需要知道自己到达哪个程度, 该过什么样的日子, 那就可以了。 人此生最大的风水, 是尽人事,听天命。 孔子说过, 甚始善终, 尽人事,听天命。 谨慎地开始, 完好的结束, 做好自己的本分, 全力以赴。 那结果如何, 我们只需要听从上天的安排就可以了。 年轻的时候, 我们都觉得自己能够改变这个世界。 等我们老了才知道, 我们改变不了世界, 我们只能接受这个世界。 无论它变得如何, 我们只能顺其自然地活着。 哪怕结果不如人意, 那也是我们难以扭转的现况。 既然如此, 我们只需要把握好过程, 就可以了。 刘伯温感慨, 岂能尽如人意, 但求无愧我心。 对于生活, 任何人都不需要抱怨, 因为抱怨没有用。 所以说, 怀着希望活下去, 相信天道酬勤。 这, 才是一个人此生最好的风水。 好了, 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 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 天道酬勤, 要记得, 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 福气满满, 才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 下期见。 请不吝点赞,